蓝湛看着怀里的人渐渐冷静了下来,蹭了蹭他的脸,在他耳边滴雨,线线,我们谈谈好吗? 听到他温柔的滴雨未应感觉回到了那结伴同行,夜列的三个月,让他这几个月的努力,前功尽弃。 他们不可能的,他是第一世家的蓝二公子,而他不过一个散修之子,最重要的是两个都是男子,可是他不甘心啊。 他午夜梦回之时,也渴望这个人是自己的,可美梦终究会醒,他又得继续伪装,线下他亲自告诉自己,这不是梦,可是自己却不敢相信会是真的。 蓝湛看着他眼里的哀伤不相信,额头抵着他的额头,定定看着他的眼睛揉声说道,线线,我不是个喜欢跟人接触的人,每次下山夜列都是独身一人。 可是有一个人却得到了自己的例外,原以为这次听学会跟那时一般,不曾想那人知道了自己的身份,而后躲着自己。 跟自己慢慢生分了,魏英第一次听到他说那么话,他知道他的,他真的不是个话多的。 他也看到了这两个多月来他不是个喜欢跟人接触的,每次都是独身一人。 可是自己真的是他的那个例外吗? 听学快结束了,自己知道那个人就要离开了,自己慌了,以后怕是不会再见了。 毕竟这是那个人能做得出来的事,毕竟他也有他的骄傲,献献你跟我说我该怎么办? 该怎样才能把他留下? 留在自己身边? 魏英不敢看他的眼睛,那里面的炙热快把他融化了,蓝湛不逼他,就这样看着他。 魏英被他眼里的爱意填得满满,他的眼里只有自己,这人如同那冬日开放的山茶花。 金贵孤寂,可却又那么深沉甚重,一旦让他放在心上,那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。 魏英骗不了了自己,这一刻他的坚持努力功亏一篑,他小心地抬手抱着他的腰,抬眼看着他,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, 二哥哥,献献真的可以要得更多吗?不只是对哥哥一般的依赖吗?可以,且只有你可以有,那以后不要再骗献献了呀。 蓝湛抱着他,脸贴着他的脸,听到久违的称呼,蓝湛心都化了。 他的献献啊,犹如太阳花那般热烈灿烂,是那般坚韧勇敢,那时就是这般入了自己的心,得到了自己的例外。 蓝湛在他耳边低语,献献,二哥哥让你久等了,不怪你,因为献献也是胆小鬼一个,听学结束之后,我可以去怡陵找你吗? 可以,蓝湛抱着他,不舍得放开,两个心意相通的人都舍不得放开彼此。 看着夜已深明日还有测试,蓝湛让人去休息,魏英看着他不说话。 蓝湛亲了一下他的额头柔声说道,献献乖,睡吧,我守着你,魏英摇了摇头。 蓝湛不解地看着他,魏英拉着他一起休息,那时夜列也是这样守着自己休息。 这次他可以不用再这样了,魏英窝进他怀里,闻着让他安心的檀香,亲了一下他的脸说道, 二哥哥,晚安。 蓝湛看着怀里的人渐渐熟睡,眼里的柔情怎么都散不去。 亲了一下他的额头轻声说道,晚安,我的线线。 蓝湛把人往怀里抱。 怀里的人也乖乖地窝进他怀里,蓝湛蹭了蹭他的脸,这才歇息。 魏英醒来不见昨夜的人,他摸了摸床边位置,有些凉了,难道昨夜是梦吗? 蓝湛进来看到失望呆呆坐在床上的人,心一疼,走到他床边坐下,把手里的石盒放好, 这才把人抱怀里柔声说道,线线醒了。 刚刚去取早膳了,可有洗漱吃东西。 魏英被身上传来的暖意还有那安心的檀香回过神,原来是真的,不是做梦啊。 好,一会还要考核呢? 好,蓝湛拿过一旁他的衣服,帮他穿好,等他洗漱好,帮他竖发。 两人吃好早膳蓝湛收拾好,便一起前往蓝湿。 进到蓝湿蓝西沉看着他们这般了然一笑,看来云深不知处不就便要有喜事了。 而江艳离看着他们两个这般不知为何一股危机感油然而生,难道这两人真的不顾及世俗名声了吗? 考核结束,蓝湿人给大家一天休息,蓝西沉带着众弟子前往后山,放灯许愿。 今日过后,各自便结束蓝湿听学回家了。 魏英做好灯,拿到蓝湛面前看着他说道, 二哥哥,线线做的兔子灯好不好看? 好看,得到他夸奖的人笑得灿烂,蓝湛最是喜欢他这笑容。 他也知道以后的路有多难走,所以他要精进修为,有实权才能护住他的少年郎。 可他也知他的少年郎不是攀附自己而生的兔丝花,是可以跟自己并肩作战的人,所以他不会折断他的羽翼。 两人一起放了灯魏英,看着缓缓上升的灯,双手握拳闭上眼睛说道, 愿我魏无限除肩服弱,无愧于心。 蓝湛听到他的话,转过头看着他不说话,而在心里默念, 愿我的少年郎平安喜乐逝世,皆如他愿。 卫英拿着优秀的结业证书,依依不舍地看着蓝湛,他才刚刚跟二哥哥说明心意。 蓝湛把人抱怀里柔声哄着,线线乖,在怡陵等我,我办完事就去找你。 好,那线线在怡陵等二哥哥。 好,蓝湛解下腰间蓝湿通行玉佩放到他手里,说道,线线想二哥哥了,随时可以来蓝湿,这是蓝湿通行玉佩。 对,好,得到他保证的人,这才开始启程回伊陵,看着他离开,蓝湛这才转身前往雅氏。 蓝湛进去看到,等着自己的叔父和兄长,蓝湛行礼,蓝起人看着他说道,确定了。 是,蓝起人看到他眼里的认真,那日西尘来跟他说忘记的事,他也知道自家侄子的性子,难得有一个不在意他这些身外之物的人。 而且,那孩子也是个优秀可以跟自家忘记并肩而立的人,有这么个人陪着忘记也是好的。 听学时不是不知道那将是大小节做的事,可是将是家风不行,蓝湿从不在意家事。 只要人品行端正就行,线下这个未应不错。 既然认定了,就好好待人家,别付了人家,以后的路要你们自己慢慢走。 遇到什么问题得一起商量解决,蓝湿在这儿没人敢说你们什么,知道了吗? 是,叔父,你看着来,什么时候合计告知一下我和你兄长还有家里的长老一起前往遗陵,不可让人没明没分跟着你。 是,蓝起人又跟蓝湿说了许久的话,便让人回去休息了。 蓝湿回到静市等着他的线线给他发消息,也不知他可平安回到遗陵了。 保持已去客旅行道